好 这边跟大家讲一下 一开始这个屋顶的贴图我们是一颗材质球 所以 哦 那这个材质球本身 如果 如果 我们下面的部分 意思就是说我回到A2Poli这里 然后呢 我在一个物件里面要两颗材质球的话 意思就是说一个物件里面可以好几颗 为什么要好几颗 因为我的贴图有两张 因为一个材质球只能贴一张吗 我要贴两张 也就是说我现在的屋顶是一张 可是我可能墙壁房子是 那个门窗是另外一张 所以我需要两张 所以请各位注意 那在这里请各位注意 第一件事情是 原来的这个材质球 我这边有个叫Map Channel 他有他有频道通道的 现在是一嘛对不对 所以我先 选择第二颗请各位这边改成 哎为什么没有圈 啊这边是Map的部分 这边呢我们先选择Diffuse这里 选择另外一张图档 贴进来 啊他就会另外一张这边有圈哦 请各位选 圈楼图 就这样 他圈楼图的意思就是说 各位不要忘记在 在on web uvw这边 也有圈哦 这里有圈哦现在是1 然后呢 你可以在这边增再增加一个 on web uvw 现在是两个哦 然后这边选择 Channel 2 啊会出现这个这个警告 你就木不就啊 他会有圈楼图两颗 这时候其实丢进去应该是不会影响到了 看一下re name好了好不好 我不太确定 哎不行 哦 哦 各位要记得哦这个要很小心 连第一个都不见了 原来第一个还在啊 这边 那就不让我改 先回来好了 这时候呢请各位记得如果有发生这种现象你就要回到azia party 哦去改一下 选择好之后 去丢上去 看来不能不能用这样 这样丢上去之后各位发现 这两个材质球就分开了 哦各位看到面就分开了 我的屋顶还在哦可是我墙壁是另外 哦 这样子一来之后 我现在在这个第2个这个地方所选择这个 哦部件本身 哦各位看到虽然他全部还是都会显示 但是呢我可以贴另外一张贴图进来 哦各位看到这边我另外一张贴图进来 然后呢我把我要的 这个面假设这一块 哦一样的方法 我们直接用projection 选择好轴向 哦然后fit他 哦各位看到 这地方就会出现这个 哦 然后 关掉他之后把我想要这个 哦这个东西 把它贴到我想要的位置上没有出现 这样一来我就有两个材质球不过 稍微看一下为什么就会出现 哦 哦所以你可以有两颗材质球两张贴图 如果有三张就三颗材质球三张贴图 你可以把它每一个部分根据你想要的位置把它贴到 哦如果有些同学有需要这样做的话你也可以这样做做看 那如果你 觉得太麻烦你就把它弄成一张贴一张材质球就好 哦这个方法是可行的 好示范到这边了